男人最爽的事就是看着几个女人为自己针锋吃醋 自己还超然事外 说的就是郭富城 这部狗云会就被问到了郭天王新欢的事 新王嫂争夺日益白热化 可惜狗姑娘短短半年内有女神变成了肥狗 拴不住郭天王不羁的心 于是又有23岁的内地歌手叶希奇成功上位 不过狗姑娘可是不会轻易认输的 近日她出席电影重口味手印礼时 就来了一招欲情故纵 狗姑娘的不屑易于言表啊 不过郭天王一天没表态 新城嫂名赠花落谁家还不一定呢 当天王嫂是很多女星的终极梦想 但天王们向来多情善变 想拴住他们的心谈何容易 很多女星离天王扫宝座只是一步之遥 却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当年郁可欣与刘天王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 但是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三年 如今刘德华早已结婚生女 而年近五旬的郁可欣却依然单身 于是由爱生恨 自暴与刘德华的就是来报复 原本以为侯佩岑会是轮嫂的最佳人选 但好景不长 关于分手原因 有传是周杰伦有处女情节 这让侯佩岑哭笑不得 当然也有说是蔡依林的出现 让侯佩岑败下阵来 毕竟同行间更有共同话题 可惜蔡依林也不是杰伦的正命奸女 如今各自找了嫩魔和小白脸 总让人觉得有报复彼此的嫌疑 舒奇一直都有天王嫂的像 却无天王嫂的面 她在拍摄《玻璃之城》时 和黎明擦出爱的火花 但当时黎明正当红是偶像 舆论和粉丝都无法接受 她跟一个拍三剧片出身的人在一起 后来舒奇出演王力宏第一个清晨的MV女主角 两人坠入爱河 相恋三年最终没过父母这关 分手的原因还是她薰上那张三级艳薰的标签 与上述各位相比 洛吉尔算是幸运的 不知名小嫩魔出身 却实实在在做了回天王嫂的宝座 但巨大的年龄和文化差异 让这个天王嫂从一开始就显得摇摇晃晃 最终两人分道扬镳 天王嫂尚为难 坐稳更是难上加难 除非你遇上像张学友这样家庭为重的男人 又或者有朱立倩二十年如一日的忍功 当然现在的女生更现实 倒不见得非当上天王嫂 能借天王的名气炒红自己就达成目标了